她居然被狠心生负当商品一样卖到这里 全天接待客人 更离谱的是卖价仅27元 眼前这个八九平米的小屋 就是她工作的地方 也是禁锢她无法逾越的牢房 她名叫小花 生在孟加拉 在这里生活的大多数女性地位都极其低下 可悲的是 这里的经济居然需要靠她 今天我们来看看这里最大的女人村 位于孟加拉首都达卡附近的一个村庄 名叫坎达帕拉 一个小小的村庄住着1600名女性工作者 她们每天需要接待多达3500多名客人 平均每人每天要接待三人左右 来到这里的女人 有的是被卖到这里的 有的是为了养家糊口 只有极其少数的女人 是自愿到这里来求发展的 长期暗无天日的工作 一不小心就让小花在这里熬了五年 要问五年里到底留下了什么 那也只有这满墙的照片 这个村子就是人间炼狱 竟然是很容易 出去可就难了 她们只能被迫接受村里的一切 接受这里不灭的灯火 接受这里人性的丑恶 接受这里客人的更迭 接受这里不公的待遇 一边是她们在努力工作 一边是商贩在疯狂敛财 泛滥的酒色交易 从另一个层面也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每天都有很多人慕名而来 光卡车每天停在这里的 都有2000余辆 司机朋友热衷于光顾女人村 多年以来 她们已经养成了每周到这里 至少消费一次的习惯 说到女人村 她们的脸上总会透出诡异的笑容 这里的消费极低 只有13块 但是她们仍然需要不停的工作 一旦停下 生活将会面临严重问题 在这里 最可惜的还是那300个孩子 本该是花孤独的她们 滋润她们的是怎样的土壤 她们又将面对怎样的未来 我们不得而知 您看到的是 孟加拉首都达卡附近 最大的女人村 从出生那一刻开始 孩子们对这里的一切 已经习以为常 只顾埋着头回家 她们的妈妈有6个孩子 靠着收钱和送茶水的工作 以及1000元每月的工资 养活一家人 这微薄的薪水 只够交房租水电 余下的钱 还得负担生活费和教学费 很难想象 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念 支撑着这位母亲 可能孩子们就是她的希望吧 她唯一的希望 就是孩子们能够多学知识 长大以后 命运不要跟她一样 妈妈从事的工作 让兄弟俩在学校里抬不起头 大家都说 他们的妈妈很坏 兄弟俩谈起这事 心里就一阵酸楚 小红也是这里的女性工作者 机缘巧合下 她被客人带离了女人村 本以为幸运的砝码 在向她倾斜 没成想客人有暴力倾向 时常对她拳脚相加 受不了的她 只能又回到这里 再一次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孩子们上课的地方 是一所在女人村附近的学校 她是由援助组织成立的 值得一提的是 学校一位叫瑞拉的老师 曾经也在女人村工作 但是 她靠着努力学习 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离开了女人村 如今的她 从事着体面的工作 或许她的事迹 给了当地孩子们以希望 至少让孩子 及他们的家长们 再次燃起了希望之光 瑞拉老师 深知孩子们的苦 尽全力帮助他们实现梦想 30岁的小美 已经是这里的老员工 15年前 她刚被带到这里的时候 瘦得皮包骨 为了让她显得有肉 人们给她强行灌一种营养 要让她发胖 因为在当地 胖女人很受欢迎 长期服药的小美 如今时常会头痛癫痫 甚至狂躁不安 十有八九就是药物所致 但是为了能够继续工作 她选择了妥协 等到身体实在是扛不住了 她才到医院检查 经过诊断以后 医生确切地告诉小美 她长期服用的 要是肋骨唇 是用来给牛催熟用的 如果继续服用 肝脏一定会坏死 患高血压和糖尿病 也是迟早的事 小美查出病因后说 她的两个姐妹 也是因此丧命 自己一定会想尽办法 戒掉药引 免得痛苦而死 小美的遭遇病非个例 这里像她一样 不被尊重的女性 比比皆是 如果不幸命丧黄泉 她们的归宿 也只能是 在小河边上草草掩埃 更别提什么墓碑 能够入土为安 就已经不错了 在女人村 几乎每天都有 新的生命诞生 一个小小的村庄 一年时间 新生达到恐怖的700万 可悲的是 本该奉为长中宝 长上明珠的她们 却有近89% 没有父亲认领 这就意味着 绝大多数婴孩出生 就是单亲家庭 有的女人 为了挣钱养育自己的骨肉 只能一辈子困在这里 可想而知 她们的孩子 即使能够顺利长大 在这样的环境下 她们未来的命运 又将如何 大多数女孩长大以后 也会继承母亲的事业 而男孩子会像 进村的客人一样 去光顾其他女人村 这样的恶性循环 想想都可怕 尽管当地管事 常年收到举报 希望改善女人村的现状 但是 收效甚微 这边一压 那边又冒了出来 使得管控形同虚设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袁宗 我们下期再见